新動大未來幫您找錢來 觀眾朋友您好 我是主權院小婉 我們來看看台灣 這裡是一個風光明媚 大家眼中的寶島 但是為什麼 2021年的經濟學人雜誌 卻說台灣是世界上最危險的地方 而最近呢 英國廣播公司BBC更指出了 共機不但擾台次數變多了 軍演也更有威脅性囉 我們先從2020年開始看起 光是在2020年度 共機擾台的次數有380架次 但是隔年就多了大概三倍以上 到了2022年又往上增加了一倍 而今年的前九個月 已經超越了2200架次了 正因為台海情勢越來越緊張 而台灣的國防預算 也是逐年再往上增加的 今年的預算來到了5863億 預估明年的國防預算 將會超過6000億 佔了GDP2.5% 而台灣政府為了提高 國防自主能力 積極的向外國來購買武器 而同時之間 我們也推動國建國造 也就是希望我們能夠 有自己的能力來製造軍艦 製造軍機 因此2016年之後呢 台灣的軍工產業 蓬勃在發展當中 我們接下來看看 像我們的國防武器 比如說雄三飛彈 又或者是以防空為主的天弓飛彈 這些飛彈裡面有一些金屬部件跟鋼材 就是來自於台南這家在地深耕30年的工廠 他們掌握了超過500種的煉鋼法則 飛彈要能用的鋼材 當然跟一般建築用的鋼材是完全不一樣的 必須要用到所謂的特殊鋼材 而這家工廠 他們挾著技術優勢 不但拿下了國防的訂單 還闖進航太領域 拿下波音認證 也成為亞太地區為三的供應商 但是摘下這美好的股市之前 當初卻不怎麼順遂 原來是以前大家會的東西太多了 所以之前產品線太複雜 反而拖累營收 後來公司調整策略之後 專門瞄準一些高毛利的產業 因此才點燃火力 重型機具四面敲擊 燒得通宏溫度高達1200度的鋼錠 再次千錘百鏈 鋼材就在這星星點點的火光之中 立力淬煉而成 有特定用途的特殊鋼 特殊鋼應用的地方 就是在所謂的嚴苛環境下 那它有包含我們最熟知的 航太軍工這一塊 航艦殺手雄三飛彈 又或者是防空飛彈天弓 這些國防武器 其實就在這裡燒金煉骨 這一站是所謂的四面金段鍛造 它是關乎到我們剛剛前面一站的註定 那我們經過這個鍛造以後 除了讓註定裡面的結構 材質更緊實以外 那另外就是能接近 我們客戶藥的尺寸 所以我們從加熱開始以後 完了以後到鍛造 它來來回回這樣 打到最後客戶藥的尺寸 那所以整個製程時間 大概十分鐘左右 在這短短十分鐘內 鋼材經過脆體 因為和一般建築用的鋼筋不同 這種特殊鋼除了有特定用途 還肩負戰略任務 除了要能飛天還得遁地 比起一般碳鋼要更加強韌 更加抗腐蝕 例如在地底鑽油鑽器上面 有酸的腐蝕的地方 像剛才講在航太起落架 或者是在一些我們講自動器 這些地方它需要高存在的 那個硬力跟扭力 以及耐疲勞性 經過前處理的鋼錠 送到熔煉槽裡頭 準備去無足跡 這個現在閃光的這個地方 就是電弧熔煉 在那個界面上面 打出來電弧的那個光 這有特殊鋼大概在 1500 1600就可以融化 所以它那麼高溫 一個是足夠讓它融化 也可以在那麼高溫下 把一些雜質把它氣化掉 關鍵就在這裡 為了要讓鋼材不會鋼過一折 又能鋼柔並濟 也利用溫度達2000度的真空電弧 氣化雜質才足夠結實 從而上天入地 舉例像我們這個航太 航太在做那個飛機起落架 就需要這個材料 因為一般起落架 怕的就是金屬疲勞 那金屬疲勞裡面的影響 就是裡面的這種雜質的清淨度 材料的一些破裂 很多都是來自於 裡面的一些缺陷 那我們就是可以取消掉這些 這些清淨度 這些雜質以及裡面的一些缺陷 掀起這藏在鋼石外殼之下的 是他們花費30年 才熔煉而出的鋼鐵芯 不僅是台灣最大特殊鋼製造廠 還成功闖進航太領域 那以榮鋼而言在工具鋼的話 大概全世界排名大概前十名 也是波音在亞太地區 大概只有三個認證廠商 一個就是榮鋼 一個是HITACH 一個是大同 日本兩家 台灣一家 煉成台灣唯一航太級電鋼廠 取得認證 打進波音供應鏈 挾著技術優勢 笑傲講苦 中國大陸它沒有辦法做我們的產品 你叫做它可以做 但是它沒有辦法賣到這個價格 或是說它沒有這個認證 因為我們產品很多是認證材 譬如說我剛剛講波音有認證 波音它就沒有認證 中國大陸的這些鋼廠 我沒有認證就代表說 我的系統商就不會跟你採購 像是以航太軍火導向的特殊鋼來說 變織過程中會加入鋰、鋸、木、銅、凡等金屬材料 占比達到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 熔煉不易 而他們卻早早就掌握了五百多種煉鋼法則 是因為畢竟它是個特殊鋼 所以它客製化的程度比較高 你就得重新適合客人的合金要求 然後去產生出一個牌號 或是產生出一種內部製程過程中的一個 獨立的所謂的鋼種 所以為什麼會延伸五百多種 就是這樣堆疊上去的嘛 如果拿起來看 所以就是記憶的葉片嘛 即便揣救這一生武藝 但账本上卻沒激起雪花 因此董事長王總芬決定大刀一揮 縮減生產線 你一個月的產能 了不起才一萬噸的產能 那一萬噸的產能要是五百多種鋼種 平均一個鋼種它才產出多少 這還是要先簡化啦 簡化我們產品線啦 所以五百多種收斂變成三百個左右 於是大刀闊斧重新疏通任毒二賣 將產品線化繁為減 減少擴存量 重新制定市場策略 它跟中鋼是不一樣的 中鋼它是碳鋼嘛 所以中鋼它的一個 它的一個平均單價 平均售價可能是二十幾塊 榮鋼的平均單價可能是一百塊 在整個鋼鐵產業裡面的 金字塔來看的話 榮鋼的位階是在中上 我們生產的東西是 市場全世界的份額比較少 需求量比較少 但是它單價比較高 伐謀重整佈局再次電燃獲力引擎 讓這支鋼鐵戰團搶下攤頭 繼續攻城掠地 而台灣的軍工供應鏈的產值 到底有多高呢 其中一樣樣來看 像是軍用模擬器一百九十六億美金的產值 而軍用教練機的產值也高達一百一十五億美元 軍用車輛則是高達三百三十八億美金 其他像是巡防艦啦 還有裝甲車以及軍用無人機 以及軍用的強固顯示面板等等 這些同樣也是產值非常驚人的 只要誰能夠掌握先機全新投入 未來就渴望像是半導體一樣 會有一甲子甚至一世紀的繁榮經濟榮景 那麼我們就來看看屏東 這裡有一家造船廠 他們就掌握了乘風破浪的商機 他們做出來的船隻 不僅是台灣海巡單位的運用船 而且把船隻賣到了新加坡 作為海巡特勤艇 那麼這些小艇都有多功能的特殊作戰任務 而老闆胡彥如他雖然是科班出身 但是他曾經痛上大環境動盪 所以導致失業 而當年他創業的起點 就是在一座簡陋的車棚底下 在車棚裡練兵了十年 終於有現在他的作為 破開水面 沈著浪頭 速度飆迫50海力 相當於時速突破90公里 而這架海上戰機 可肩負著 反恐突擊等軍事特殊任務 你要看他的穩定性 他回轉的前數 看只有幾個船身才重要 因為有時候我們在追船 因為我們跟他並行 然後他要想轉彎 那我們跟著轉 然後轉了我們比他快 然後就馬上接近他的船 他就可以上去了 市價員楊瑞吉高速行駛 在以極小的角度迅速回轉 建議測試性能能否達到 攔截目標船隻的目的 而這架高性能小艇 出自他的手 一艘救難艇 一艘救難艇 他已經 目前已經接近18歲了 目前還在執勤中 那我們架著這艘船 在七級海巷的狀況下 兩位當時一起出去試航 颱風警報一解除 我們就出航了 大概有6.5米高了 曾在颱風天玩命是船 這種風浪越大 越迎頭往上的精神 讓胡彥如不僅拿下 海巡署訂單 還邁進新加坡 作為海巡特勤艇 還飆下東南亞小國的軍購案 只見工作人員緊鑼密鼓的 按著排程生產 這裡是他們的船舶製造中心 難得大開大門對外公開 目前我們現在抽真空的是 我們船上用的隔壇板 那現在看到的這個是 樹脂真空注入成型法 那這邊是抽真空 然後依序樹脂材料 從這個方向一直往這邊送 抽成真空的袋內 裡頭安有一條條管子 而這些管子不斷地 將樹脂填充其中 胡彥如採用這種 特殊的真空成型法打造船體 這個方式它是在高壓成型 它會有幾個優點 第一個環境 裡面揮發出來的這些空氣 它會被真空機抽進去 然後過濾掉 比傳統的手機層 它的強度大概是2.5倍 但是重量只有63%到65% 也就是說它所做出來的東西 是非常的輕 但是強度非常的強 雖然費工耗時 但相較一般做法 船體的重量不僅更輕 強度還更強 加上胡彥如鑽研的獨家配方 船身不僅能防火還能防彈 那這個是一艘專業的 那個海巡專用的巡邏艇 這一艘船它的航數超過45節 也就是說我們一般道路上的速度 有八九十公里 那它的池水也很淺 不到60公分 也因此不管是登陸搶灘 或是突擊追蹤 胡彥如的船研發出抽強耐波力 能夠抵抗惡劣海巷 第一個它本身這個服務館 它的浮力值就是大於這個船的重量 也就是說這艘船就算船底破損了 這個船是不會沉掉的 那另外它提供一個很好的側向力 就是我在高速迴轉的時候 我的船速很快 我在迴轉的時候 它的慣性整個船身在傾斜的時候 它的服務館可以支撐住它的傾腳 讓它可以做比較高難度的一些操作 超強機動性來自於船身外附加的這一層游泳圈 外層使用日本材料製成的防水耐磨的表皮 而中間這一層不吸水的EVA材料 則是作為福利來源 最裡面還有一個氣囊 後來它我們這個氣囊是分段式的 就是它如果今天我們的船 它如果重彈的話 它氣囊爆的話 它是一解一解 單一一解會漏氣的 不會影響到其他的部分 這樣的專利設計 讓他們在海上不怕風浪 每一艘多功能小艇 可都經過他們的縝密計算 前面的油箱大概有多少公升 前面油箱目前設計是600公升 後油箱呢 後油箱是840公升 我們的整個油箱 油路系統的轉換方式是 一連丟出好多問題 總經理胡彥如盯著設計圖 就怕哪裡出錯 每一步都戰戰兢兢 生怕一個瑕疵就在海上翻船 我最早是找了一個朋友 租了一個已經停工的工廠的 那個摩托車的車棚 開始建造我的人生第一艘 自己做的船 與其講它是一艘小船 不如說它是一艘 有點像玻璃纖維做出來的一個教法 那從這些小船的不斷的累積 開始演變成 海調的一些小型的山板 然後慢慢走向 比較精緻化的海調船 科班出身的胡彥如 起初在遊艇場上班 卻碰上大環境改變 面臨裁員 於是她選擇創業 在簡陋的車棚下起家 從一般海調船做起 但胡彥如不甘於刺 決定月積挑戰 所以在當初我們提出了一個構想 就是說叫月積挑戰 也就是說你今天花了錢 買了一艘40尺的船 我的船大概只要設計在30尺 我的耐波力就可以超越你 那因為我船小 所以我可以比40尺的船 我兵可以早出去作業 我可以比你晚回來 從海調船轉型切入公務船製造 胡彥如練兵整整10年 打造符合軍規的多功能小艇 讓他們如同海龍 在水上所向披靡 接下來帶您看看鐵捲門 這樣產品在台灣四處可見 但是不要以為它看起來簡單 台灣有一家廠商 把鐵捲門越做越大 而且光是靠著防火門 走上了國際化路線 這幾年來還跨足軍工領域 我們知道戰鬥機的體積 就是挺龐大的 而戰鬥機要出入的停機棚 六層樓這麼高 照樣難不倒他們 以前這些技術 幾乎是被國外廠商給壟斷 但是這一次我們的台灣廠商 不簡單 直接參與了空軍機場的改造工程 國艦國造 國機國造 為了追求國防自主 不只軍方在武器系統 繳出漂亮成績單 本土傳產也靠著研發實力 幫助台灣國防工業 更上一層樓 這裡是嘉義水上 空軍重要機場所在地 過往受限於製造實力 許多設備無法自製 只能仰仗進口 就連機棚大門也不例外 但從2022年開始 情況不一樣了 像這寬36公尺 高18公尺 相當於六層樓高的機棚門 開始改由國內企業接手 從安裝到維修 全部自己來 空軍他有改建的需求 那也因此他來跟我們接觸 希望我們可以幫他設計台灣本土 自行設計研發生產的大型門 那也因為這樣 在這個門之前 空軍都是從國外進口 甚至傳動零組件都是國外進口 那我們也接下了這一個任務 那此門也是目前空軍體制內最大的門 他是洪紹伯 捲門建材工業掌門人 不只全自製空軍最大機棚門 趁著風力發電熱潮 他還結合台灣各地零組件廠 聯手拿回長期被國外品牌 壟斷的廠建商機 尤其是最重要 負責黨風黨雨的大門工程 你研磨過後 你這次是要拿下來烤機嗎 對 拿下來沖心 我們知道風力發電葉片大 風機大 機座大 所以廠房的容量與開口 相對需要放大 台灣沒有發展過風力發電 所以這些歐洲的廠商 他們是直接把歐洲的圖面 帶過來台灣要蓋工廠 所以我們用了兩年的時間 自己生產 自己製造 並且找到很多零件供應商 從全台灣 我甚至最遠找到瑞芳 最遠找到東港 我的供應商遍布從南到北 接連挑戰陌生市場 甚至直接和全球老牌企業打對台 這在許多傳產眼中 都是屬於衝動型決定 因為任何一次的失敗 就有可能導致企業一蹶不振 所以一開始回來的時候 因為彈性不足 也吃了很多苦頭 也吃了很多閉門根 而洪家的成功 除了有洪少博父親 在退休前 所累積的技術底蘊外 洪少博在國外念書時 養成的個性 也是因素之一 從國中高中到大學 都在英國求學的階段 那因為國高中 當時也跟著流行 我們染了頭髮打了耳洞 那可能在父母眼中 屬於比較叛逆的孩子 但是上了大學以後 我們開始修正自己的樣貌 從叛逆到回歸正常 國外求學經歷 讓洪少博學會 如何在差異中 找尋自身定位 我們不要用這樣子好不好 那我貼整塊的呢 因此一回國 加入父親創辦的捲門事業後 就選擇先當產線工人 想要真正了解 自家產品優缺點 畢竟知己知彼 才有可能百戰百勝 90年代 它陸陸續續研發了 很多捲門的新型專利 例如桃園機場 一行下跟二行下 所有的防火捲門 也都是出自於三九之手 2002年的風災 造成台北市捷運大淹水 我們開始切入了台灣 軌道建設的防洪的工程 那因此捷運台鐵 以至於高鐵 跟防洪有關的門體 我們公司大概佔了百分之八十 這是水蜜門 四面水蜜 一般它淹水淹到全部的高度 它都不會水滲透進去 水火不清的專利強項 讓洪少博確信 只要MIT願意放手一搏 不愁沒有訂單 因為澳門本身沒有一個 合時宜的防火標準 我認為我們有這個機會 幫他們去通過這些 防火捲門的測試 防火捲門的這一塊 基本上我們是能掛了 大概全部的案子 不只澳門的防火口碑 帶動公司快速成長 員工人數暴增三倍 才能滿足超額訂單所需 氣候變遷帶來的天災 更促使國際大廠放下規模優勢 主動到台灣尋求技術合作 進一步讓MIT獲得國際市場重視 在2018、19年 因為日本在那一年遭遇到了 十無前例的大洪水 強降雨 當時他們全世界第二大的捲門公司 到台灣來直接拜訪我們 希望我們有辦法來做一個 同業的結盟 他們在日本的銷售 必須要有三九的品牌在他們旁邊 我們開始替他們生產日本本土 從九州到北海道 所需要的任何防火捲門的 這個產品 那一路到現在 水果專利 再加上與國際大廠的 共同掛名策略 一度讓台灣品牌 寫下盡力成長十一倍 營業額破四億的新高紀錄 面對下一階段挑戰 洪少博認為 靠技術進攻歐美市場 才有機會讓MIT繼續成長 這個是車站的平面圖 然後標示紅色的位置 是安裝的位置 讓你看一下 它藍色的 藍色是遮掩捲顏的 當地老字號的品牌規模 動輒是MIT的百倍以上 如何在對方主場優勢下 搶下新訂單 資通訊產業加持的自動化產線 是最佳工程武器 我們所有的捲門生產線 做到全自動化 這一塊我們正在執行中 並且如果完成的話 它是亞洲第一條 全自動化捲門生產線 並且我們能夠因為 我們整場產線的變更 而做到整場輸出 可以在基本上五大洲 能夠有公司的據點 從鐵捲門起家 再到水火不容的熱門生意 奠定企業基礎 未來洪家父子希望 以獨門優勢 替MIT開啟更多市場大門 剛剛我們看到這家工廠 他們是專門替戰機打造大門 但其實離岸封廠的建造工程 也是有他們的生意的 台灣因為特殊地形 作用世界最佳的工廠 但是這種所謂的離岸海事工程 以往也多半是由國外廠商把持 更因為台灣團隊 缺乏專業的工程船 所以往往參與的比例 只有三成而已 少少的 而台灣這一位陳柏林 他身為營造家族的第二代 他勇敢地乘風追朗 赤資40億元 從挪威買了大型工程船 未來還將會轉型 要將海底布纜船推進國產化 最後一領路 這長130公尺寬25公尺 總噸位超過一萬一千噸的 龐然大物 悄悄地停在台中港邊 而他不動則翼一名驚人 將為台灣的離岸海事工程 掀起滔天巨浪 這艘船呢 我們現在叫它東方海威 那它有什麼特殊的地方嗎 像是我們現在來這邊甲板上面 我們看到這一座黃色的 垂直布放系統 他是執行長陳柏林 驕傲地帶我們一探 這艘價值40億的海上基地 他原本工作的型態是在 油氣田的產業裡面使用 這樣的一個布放系統 那他專門是在布放軟管 是連接陸地上跟海上專油平台的軟管 有些海上專油平台呢 它需要工作到的深度有到水下三千米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需要這麼大的一個 一座設備跟船 這個黃色機台光是造價就高達六億元 可以在海中布放管線 向下可達三千公尺 彌補了海上工程的重要拼圖 因為過去台灣缺乏這類專業船舶 連鋪設大型海底電纜都做不到 離岸海事工程建設幾乎掌握在國外廠商 本土參與的比例僅僅只有三成 像這類型的船舶也不是說過往 也不是只有台灣沒有而已 對 日本也沒有 韓國也沒有 為什麼 因為他們也都沒有相關的這種 離岸風電的一個在建設當中 所以台灣在這裡就扮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因為台灣算是在這一些亞洲區國家裡面 起跑得比較快的 掩放亞洲海域自2019年開始 陳柏林就乘著風浪前進 從27公尺的小型船開始慢慢買進 成立自己的海上艦隊 Tani 你查看最新冰報告嗎 對 我查看 我覺得韓國人的船舶是正確的 交換著航海訊息 確認天氣狀況 因為這支海上艦隊 又想穩盪的乘風破浪 不只得經風雨的考驗 還有水面下那跪絕南側的海流 離岸工程呢 它是因為你把施工的位置 把它從近岸端推到離岸上更遠的地方 到了那個深海的區段的時候呢 我們不管是在風啊 流啊 浪上面 都會受到比較大的挑戰 所謂的海蓄工程 和陸上的建造概念相同 不過海上環境極度不穩定 不可控因素來得更多 往返陸地補給支援難度也更高 那可能是遇到像地氣啊 或是颱風啊 或是冬天的時候 東北氣風很強的時候 那海浪就很大 然後我們還是必須要航行 我遇過有六公尺的 有八公尺的 Dark Bridge 請坐在旅程中 他是蘭嘉盛 年僅26歲的他已經身上二富 負責航行以及管理其他器材 而這飄盪在海中的生活 就得懂隨機應變 這邊的作業比較複雜 也比較多變 要隨時做出反應這樣子 那貨船基本上就是只有 裝卸貨 照顧貨 對 以貨為主 除了硬體之外 陳柏林還積極培養自己的班底 希望能夠打造出無敵艦隊 可以擾動過去無人使勁的 蔚藍大海 其實真的那時候去下這個決定 但是其實我們下這個決定的當時 是沒有訂單在手上 對 所以是一個非常大的決心要去投入 做這個決定其實壓力是真的蠻大的 對 因為畢竟其實要一口氣去買下 一艘十幾二十億的傳播 然後在過往台灣也沒有擁有這種傳播 從空手找單到滿手訂單 陳柏林彈性利用船隻多角經營 從一般拖船到運輸補給船 再到工程作業船 接下來還將投入改造工程 要打造台灣第一艘專業的海底布纜船 以後這一邊我們所看到的地方的部分 全部都會移除 移除之後 我們會在這裡面去放一個非常大的 一個盤纜槽 對 那放了盤纜槽之後 未來我們的海底電纜就會存放在這個盤纜槽裡面 最快將在2024年投入海底電纜的施工 推進了離岸海事工程 國產化的最後一里路 而陳柏林更是從無到有 從白日夢想家成為海上的冒險王 而最近節能環保意識 興起越來越多的國家 積極推動電動車上路 但是前方還有一大路障 就是廢電池該怎麼樣回收 現在有許多電動車主要採用離電池 如果沒有徹底回收再利用 恐怕會毒害地球的 於是我們前進了 美國前三大的電磁回收廠 發現要將電池拆解 運送的過程藏有不小的危險性 電動車的電池要回收 確實門檻非常高 顯示器大力重擊 將外殼主機板拆卸下來 塑料回收物在輸送帶上前行 準備壓碎生產成再生塑膠 每個分類站幾乎都在跟時間賽跑 被淘汰的家電3C堆得滿坑滿骨 唯獨這裡工作節奏放慢不少 筆電下層的鋁電池取下後 捆上黑色膠帶 小心翼翼輕拿輕放 場區人員正在拆解筆電中的電池 不過可以看到他現在正在貼上 這個黑色的膠帶 因為這是絕緣膠帶 要貼在正負極上面避免短路 要購資深且聚 謹慎特質的員工才能被分配到這區 因為廢電池一旦碰撞擠壓就容易起火 回收存在一定的技術門檻 這裡是美國前三大的電子拆解回收場 創辦人來自台灣 更把目光放遠到新時代的產物 因為所有的電子產品裡面都是有重金屬 它到時候會慢慢慢慢稀釋到土壤裡面 到地下水 拆解過後呢我們也不會在我們的倉庫 久留 那我們會馬上的發送到 Downstream後端的處理 那下游的回收商呢 我們每年度都要集合它兩次 鋁電池現在回收再利用 電池先把它放電 放電完呢進行破碎 破碎後呢他們會做一個分鏈的一個動作 透過消費性電子產品的回收經驗 要應用到未來 電動車電池的回收市場 提煉出來的聶里沽銅 是兵家必爭的戰略物資 但關鍵在電池運輸過程 隱藏危險 猶如不定時炸彈 這個標籤是宇德Brace的標籤 那它不是有規定說 就是只要是電池上關的東西 都需要填這個標籤 它上面會有記錄說電池的種類 我們所說會開始就是類似這些電池的 然後是從我們這邊收集的 就是說美國規定是不能超過一年 所以這也是我們 上個月才開始人類的 所以我們還有11個月的時間 可以把它發到下架 美國法規明定回收電池的外箱 需清楚標示名稱和裝箱的時間 而且貨櫃裡的箱子 只能置放一層 上方不能再堆重物 也非所有的貨車駕駛都願意載送 因此運費高出將近一倍 承攬的廠商還得自行擔下風險 算是一個粉末一種物可以隔絕 或者是你有一個可以防火絕緣的砂紙 可以放進去 在你運送的時候 你要跟先告知司機說這個是電池 那他們叫做你的Vis 那每一個公司 他們都會有要求去申請DOT 防漏電起火電池存放 得使出各種絕緣招數 回收廠規劃要和汽車報廢場合作 未來籌相一陣式處理 電動車呢 那我公司現在目前也在做 積極的規劃與安排 那我相信未來在電動車的市場 會非常的大 尤其在回收 那現在電動車的市場回收 那是由電動車的公司 像例如T牌的公司 他直接把這個電動車收回去 他們廠裡面進行拆卸回收 那我相信在未來的十年之後 人手一台電動車的情況 那我相信這些品牌商 應該是不會再收回去 那電車也相對的 也是電子產品之一了 那我們這邊有在積極的規劃 就是一些汽車報廢場 我們去幫他做一個轉型 然後去做一個改變 然後未來是專門針對 電車的回收服務 拆解這部分 來提供給社會大眾 公司現在正在研發一個 就是算卡車的東西 那可以讓卡車直接開到客人 在就地處理那個電池 這樣就會減少它 就是在運送途中 產生的碰撞的風險 目前看起來是可行 但我們目前還在演 就是我們目前還在研討說 有實際的方案叫做 透露正在開發新的秘密武器 未來將透過移動式的電池回收設備 電池的拆解放電粉碎提煉就地處理 降低運輸起火的風險性 也減少運送的碳足跡 想方設法避免廢電池成為環境獨流 美國更要多管齊下 這策案是最大的步驟 在環境上 永遠 永遠 美國拜登政府祭出的降低通膨法案 就鼓勵電動車電池使用回收礦物 讓儲能材料回春成綠色動力 我們挑戰大家更多 和更多 美國能源部長葛蘭和在個人的推特上宣傳 電池回收宣布將砸下170億美元 投入鋁電池國家藍圖 自建採礦到回收的供應鏈 其中要成立專責的 鋁電池回收技術研發中心 發展電池回收產業 歐洲對於電池的規範也越來越嚴格 歐盟規定從2027年開始 電動車電池要採用一定比例的回收材料 德國的電池法要求製造商 零售商要扛下回收的責任 像特斯拉在德國 德國就曾因為電池回收不符規定 面臨1400萬美元的罰款 作為電動車龍頭特斯拉為一雪前齒 含化讓廢電池入土達到0% 特斯拉展開城市礦物的鏈金樹 在美國內華達州的工廠 已建立回收設施 將舊車拆下來的舊電池回收再利用 更計劃旗下所有超級工廠 都具電池回收能力 尤其是我們的電池 我們正在製造同樣的電池 我們正在製造同樣的電池 而第三者製造工廠 都必須把電池的各種電池 因為作為電動車的源頭製造商 解決電池難題則無旁貸 要杜絕被電池隨意丟棄 淪為環境的沉默殺手 政府 車商 回收業者 都得齊力上陣 讓打著環保知名的電動車 並非地球星浩劫 而是真正的綠色驅動力 和各界追逐的新黑金 您知道台灣做玩具槍 在國際上也很出名嗎 玩具槍在全球的產值 其實超過了上百億 而台灣的市占率 竟然就超過了一半以上 那麼其中這家廠商做玩具槍 年營收也來到了五億元 不只電影會用來當道具 連日本的自衛隊 法國警方也都跨海到台灣下單 而老闆公司則 他本身就是個槍迷 當初跟朋友開玩具槍公司 純粹只是為了興趣跟好玩 沒想到過了十幾年之後 這玩具槍的鐵桿 攻下全球市場 電影《神力女超人》 與劫匪的精彩武打戲中 到韓劇《太陽的後裔》 男主角宋宗基手持狙擊槍 使用紅外線 在綠主角宋慧草臉上畫愛心 這些極可亂捐的玩具槍 其實出自這裡 這邊我們還有一個秘密的空間 那其實這才是我們真正的展示室 難得對外敞開他們神秘的軍火庫 玩具槍製造商總經理龔施澤 秀出不少珍稀副科手槍 像這一把是韓劇《太陽的後裔》 那裡面送中機裡面有用到這一把槍 這一種是一種手拉 手拉的那種單發的步槍 那這一種槍它是比較準確的 像這把M40的狙擊步槍 美國海軍陸戰隊曾配備於越戰中使用 直到現在眼神的系列槍枝 都是槍迷心目中的最高盛點 這一把是叫做MP5A5 那這個在2019年的時候 那個東京的警示廳 他們要買這個東西過去做訓練 他們的玩具槍除了在系中跨龍點睛之外 使用價值也很高 讓日本自衛隊還有法國軍方 都曾跨海下單 像日本的自衛隊那法國的軍方 那因為他們也是都有訓練的需求 那因為現在你知道 現在全球都在減少軍備的預算 那他們其實他們在訓練 多半他們用這些BB槍 去搭配他們的一些動作 外型 重量 特色到手感 無一不仔細考究 雖然得要拉長開發時程 但龔施澤還是大費周章的 取得真槍的原廠認證 這一些東西重量都跟真槍相仿 差不多重 那一方面它在操作上面 其實也都跟真槍類似 那唯一不一樣就是裡面的系統 跟真槍不一樣 那這個東西它是一個安全的東西 而向來嚴密的製床跟著鏡頭難得曝光 實際上玩具槍的構造比起真槍還要複雜許多 光是電匣 真槍只需要四個零件 但玩具槍卻要四十個才能組得起來 真槍來講就是只是 只要讓那個子彈人打出去就好了 它只是要原理就是它只要激發它的敵火 它就可以做出 那BB槍和玩具槍這些差別就是會在於 你要怎麼運用這個空氣 或者是說怎麼運用 對 以後讓這些氣體來推出去 所以它需要動作會更多 跟著子彈一起向前飛 順勢拉抬中下游廠商 提供各種零組件 組成產業火車頭在市場上開槍拓土 算一算全球百億的玩具槍商機 排場佔比就超過一半 你右手拿對不對 然後你左手你這樣把它包起來 包起來 然後這邊壓下去 前面這邊拇指壓下去 拿起剛出場的玩具槍 感受重心手感還有射擊狀況 任何小細節都不放過 架式十足 就因為拱屍澤 自己本身就是資深玩家 愛強誠實 一開始我們是因為愛玩 所以才跑來做這個 我跟我的partner 其實我們是在網路上認識的 partner是建築師 那我是軟體的那個銷售師 那反正大家就有一天聊一聊 那他很厭倦那種建築師的 對 朝九晚五的生活 賣軟體的業務碰上建築師 同樣喜好的兩人 在2004年就這麼搶進了 這一個陌生的行業 準備放手一搏 一方面因為當時跟日本這邊 就你要買這些配件 拿滅因器什麼 其實他們做得不夠象徵 不夠精緻 他就想說 那我們就自己來自己做 人集資嘛 然後就開了一家公司 那就從配件做到成槍 但不料玩具槍射擊的法令 相當複雜 每個國家有各自的規範 無奈之下 只能堆積大量半成品 造成他們龐大的資金壓力 我們有一把槍叫HK416 在不同的國家 就有不同的那個配置 那比如說到美國 他要舉紅頭 到日本他要低於一焦耳 低於0.98焦耳這樣子 那所以一把槍就七八個版本 從製作配件到鏟出成槍 花了十多年時間 打通市場脈絡 建立產業 一年就能鏟出十多萬支玩具槍 營收上看五億元 鞏師澤發揮硬漢的堅硬 耐心等待解決難關 狙擊槍民喜好 用鐵桿成功打下江山 接下來我們要帶您認識 台灣最大的辣椒水製造商 不但他們把辣椒水賣給 全台灣各地的警察局 甚至還外銷到全球二十多國 更有暢銷的款式 單一品上就賣出上百萬個 廠商很堅持通通是一條龍 所以從辣椒水的辣度調配 到打造瓶身 通通自己做 社會新聞中這樣的畫面 大家肯定不陌生 遇到情緒激動的民眾 遠景長野辣椒水制服 能及時控制場面 又不至於造成極大傷害 外殼組裝一體沖田 這跟手指頭差不多大小的 粉色小瓶罐 也是防身噴霧 辣椒水 單一品項已經累積 銷售上百萬個 不同樣式的防身噴霧器 有所謂的霧狀的 有水狀的 有凝膠狀的 甚至是有發泡狀的 那每一種出來的原料 產生的方式都會不一樣 廟館清理跟灌充田物 灌進瓶內的氣體 也分成冷煤或氮氣 辣椒水種類多元 根據需求應運而生 一般走期來說的話 大概都是只有霧狀的 警察單位可能在使用上 在鬧區在人落的地方 為了避免傷及無辜 那它必須要很精準的 命中目標 製作上的困難度 當然新的凝膠的部分 你試想它是一個 有黏性的東西 在沖田的部分 它可能黏著你整個管路 都阻塞或什麼的 那原味料調配 它也有時間的限制 因為它接觸到空氣 可能佔了原料桶裡面 就會凝固了 坦岩產品多元性 實在不容易 警方提出需求 就得想辦法研發 來到新北市鷹哥 這裡是全台最大的 辣椒水製造商 所有警察局的貨 都有這裡供應 像台北市的警察局 他們會有要求比較嚴格 會有相關的 像MSDS 物質材料分析表這些資料 那當時我們公司 有委託學術單位 幫我們做這個資料 小吃店或什麼吃到辣椒 那種一般的 所謂辣豆瓣醬 大概辣度大概七到八萬 比較大的麻辣鍋 或是它強調它的是 地域辣椒 那種大概都是介於 十二萬單位到十五萬單位 食用辣椒油配上混合液 調配出兩百萬到三百萬 辣度的辣椒水 是我們平常吃東西 超過十倍以上的辣度 因為要辣得很有感 才起得了嚇阻作用 只是要拿下全台警局的訂單 除了成分材料 得經得起檢視 就連瓶罐的材質 也很有學問 你在使用的狀況下 必須避免高溫 那高溫的定義 有時候我們跟消費者說 消費者還是會 不經意間 比如說放置車上 摩托車 或甚至在日照底下 那你使用 如果是一般的金屬材質 它有可能會產生壓力膨脹 過熱 造成它的可能一個 爆裂的狀況 設想各種可能遇到的狀況 瓶子得防漏 還要耐高溫 耐高壓 它是二代王祈祥 替我們解說製作的細節 笑說自己是製造者 更是白老鼠 沖田下去的時候 因為壓力給它的時候 它一個小孔 因為壓力下去 就變成一個大孔 那就可能會有外泄的狀況 那被噴到的蜘蛛其實已經很多次了 那從一開始的完全不能適應 甚至聞到味道就會想咳嗽打Pinty 到現在做了這麼久 已經收招清房的說 已經有當色狼的本錢了 自嘲有當色狼的本錢 因為青上第一線被辣椒水噴到 遭世稀鬆平常 辣度自行調配 平身打造也不假他人之手 一條龍產線已經將近30年 攻下這寡戰的辣椒水市場 則是他父親王俊龍打下的獎山 原本做模具起家的王俊龍 工廠內看到的機台幾乎都是他親自設計 在朋友建議下 先挑戰了知名染髮技的沖田 看到市場需求後 踏進了辣椒水領域 成了先驅者衝鋒陷阵 不料卻撞得滿頭包 創業圍堅 出貨到國外的辣椒水竟然會勝陋 整批遭退貨殘賠2000萬 房子遭變賣 王俊龍一度放棄繼續當回模具師傅 還做過電紋箱片工業用口罩 只是當年辣椒水的挫敗依舊耿於懷 在有人建議下 他決定再次奮勇迎戰 認識的那個美國人他回來台灣 他第一次來台灣就跟我講 拿了一大堆東西 我跟他講說這個東西要開模 他說沒關係開模都沒關係 開模都算我的 然後你下去做只要研發出來 單子營也不用煩惱 根據外國客戶的需求 開模具做了能當手電筒的辣椒水 或打造輕盈方便攜帶的瓶生 成功打進歐美市場 甚至賣到連鎖通路 還打進電商龍頭亞馬遜 王俊龍很有信心 辣椒水是消耗品商機無限 那時候這個是都是一年保固的 一年到來不管有沒有他們就丟了 所以那時候市場也蠻大的 我大概做多少他就要多少 那時候鄭姐那時候不是出事嗎 大家都要搶了買我那隻蝴蝶 這隻很熱銷 這隻非常銷銷的很大 除了基本款的辣椒水 兒子王祈祥反家之後 則是主攻異業結盟 要玩出更多心意 當你拿出這樣東西來的時候 你必須要有高隱藏性 高隱蔽性 不能夠拿出來的時候 連歹徒都知道你拿防身風物器 他也會心理做好準備 我們必須做一個很像出奇不易 辣椒水除了當鑰匙圈 還能是隨身攜帶的打火機 原子筆 或是做成口紅造型等等 除了功能性之外 也希望隱蔽性降低歹徒的戒心 像我們接下來要搭配的 可能是搭配蜂鳴器 警報器 那警報器這類的東西 我們也可能可以 雖然看得出跟防身技巧有一點 它的影子在 但是它也是 原本就是一個獨立的一個行業別 王家仁的辣椒水霸業 不但是台灣市佔龍頭 更外銷到全球二十多國 但不因此自滿不自我局限 還要持續做防身配備的開發 化身民眾的安全守護者 台灣未來的新動力等著我們繼續發掘 新動大未來 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院小婉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